5月24号 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在故宫举行 我非常的感动 华语的辩谈 一个民间的组织 能够不弃不离的 至始至终的 把这个辩论会 一直办到今天 这是一个 新老变手的聚会 打辩论要念书 我的幸福不是有外物定义的 是由我定义的 你就能看到很多那种本能的 下意识的人的本性 和漫长的文化 在你心中落下的烙印 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 给幸福的主观本性 蒙上了看似客观的不同面纱 因为任何一个地币的分析 当发现一些新的变点 可能地就变成了地 可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自豪 为自己所做的工作 为自己的努力 为自己的学习 而感到自豪的事情 这个时候 这个人通常会有一套 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 把它更形象化 道理理解清楚了 我们就会变得深入浅出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 青年成长中的一个环节 是人类进步当中 很重要的一种思辨精神的体现 那么他们就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定位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公民 都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青年 如果你真的有席卷天下 包局与内 囊括四海之心 你就真的应该 去远方 去到足够远的远方